歡迎收看電玩宅速配 我是主持人羅特 熱愛JoJo的玩家們都知道 替身間的戰鬥不是只有硬碰硬而已 而是要活用策略與替身的特性 才是JoJo戰鬥中最好玩的地方 那當JoJo遇上大逃殺的玩法 替身又要怎麼發揮呢 感覺非常值得期待喔 雖然又是一款大逃殺為架構的遊戲 但由於加入了JoJo的元素 JoJo的奇幻冒險最後生存者 不免讓人眼睛一亮 雖然遊戲在去年底的時候 就已經公開相關資訊 但直到最近官方釋出新的預告之後 大家才看清楚遊戲內的戰鬥畫面 花金苑綠色髮黃的遠距離偵測與攻擊 布加拉提使用鋼鍊手指 進行移動等作戰方式 都讓有在追JoJo的玩家們 想像著其他替身能力 在大逃殺的規則下 能有什麼樣的戰略運用 遊戲支援20名玩家進行 前每一場遊戲還會另外加入20名NPC 總計最多有40個角色在場上戰鬥 目前公布的角色數量還不多 而且僅限於日本地區的大型機台上能遊玩 不過遊戲的操控方式 非常適合移植到家機上 希望之後在台灣也能夠有機會 玩到這款JoJo大逃殺囉